我們這個勝利召開下半場的光明頂 在這個新的二十大結束閉幕的時候 其實有一幕都是非常之戲劇化 令到香港市民和全球市民都目定口外 那個地方就是當在宣佈某一個議程的時候 就見到我們前一任的中國的國家總理 國家的主席就是胡錦濤 可不可以叫做押送離場 簡單地參符起他 禮貌地送走他 不是參符 是找一個據說是習近平私人保鑣 是恐武有力在後面夾他起來的 夾幾次 在畫面目測所見 胡錦濤是有抗拒的 因為滿面露容 還有好笑 不見了眼鏡 你說如果官方說是健康理由 首先要清明 如果我是中國官方 我出的聲明我都說是健康理由 難道我現在兩條人准备在搏火炒大鑊嗎 當然是健康理由 你怎麽定義健康理由 滿頭白髮 看上去腦得這麽緊要 還有我從中醫那裏去看他的氣息 我覺得胡錦濤有少少神虛 這也是健康的 他沒有說錯 他沒有騙你 對不對 他沒有造謠 中國的健康理由一向很多 我記得有一次有人去抹黑主席畫像的時候 那位女士在北京那位都是用精神健康理由 所以他說健康理由是沒有錯 是不是 不過是你外面海外的人用你們自己理性 或者那種慣常的想法去相信 或者真是健康理由是你們自己腦退化 對不對 這個是有中國特色的健康理由 當然是健康理由沒有說錯 對吧 但正如我曾經在其他地方都講過 你不要只看這條片那裏一分五十幾秒 你首先是要問那條片之前那兩分鐘甚至五分鐘 即上一場戲是什麽 這兩個所謂的工作人員在哪裏來 是誰叫他們來 如果是健康理由 是不是這位老人家在那段片之前突然頭暈 或者在袋裡拿一些麻兒似白花油擦一下 擦一下沒什麽效 或者是打喊怒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整個人摸在前面 然後又起身那些舉止怪異 或者是類似是前列腺肥帶 看著自己的腹部 然後又很尷尬 那這些健康理由叫工作人員 請他去後室 去那個醫藥室那裏拿藥 或者接受治療 是不是 這些事我們就不能隨便說的 因爲香港作爲一個要持牌的廣播媒體 我就唯有去看一個真實的片段發生什麽事了 根據西班牙ABC國際媒體的報道 他將它之前那一分鐘就輯錄了做七張相片 我剛剛就放了上discord了 那七張相片很簡單 第一張就是見到胡錦濤是想著翻開前面的一份文件 但是他正想翻開的時候 旁邊這個律戰書就用隻手準備阻止他翻開這份文件 而習大大就是旁邊看著他 當他翻開的時候 這個律戰書依然是禁實一份文件 拿走了一份文件 所以去到第三幅圖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就是這個習近平 現在應該還是國家主席吧 我現在不知道這個真空旗叫什麽 但是他就叫了一位中央廳的辦公職員回來 然後那張這樣的文件 在第四幅圖的時候 已經在律戰書的手上 胡錦濤台面前已經沒有了文件 繼續是習大大指示旁邊的工作人員 就參乎很禮貌地把胡錦濤 不要叫做押送 禮貌地送走他 不是不是 是押送 OK 所以你由那個physical 那個叫生理和身體的語言 我們用科學客觀的 是英文叫escott 是嗎 是嗎 陪同 是阿崇 是阿崇 是他 如果你說陪同很禮貌 他是自願的 但是他不自願前面有抗拒 是嗎 我們看到拉拉扯扯 甚至他站起來滿面露容 還跟著伸手好像那些孩子 去搶那些浪浪 搶波板糖 去搶工作人員手上拿著那本 紅色快老 跟著在裏面想找一些字紙出來 結果被工作人員縮分不給他 然後扯扯開 然後你看到他的右臂是被那個保鏢夾住 然後怎會走得那麼快 是有陰力在推送的 是不是 跟著就是那一堆那些人的表情 我也講過 各自那些人的那些非常豐富 或者是比美德達文西最後晚餐的十二門徒 那些反應和表情真是很classic 在我們國際線上一個節目之前 潘小圖有個分析都挺好的 之前董先生是扑親 然後那些人參乎他離場 身邊還有很多在場的與會人士 是慰問他看看他如何身體是否不好 但是當國家主席離場的時候 竟然在旁邊冷眼旁觀 現在那些人 是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健康理由 你說 你是否中國人 是不是中國人 是的 我在這裡問你 是中國人 你是以中國人的國情 告訴我你身體是一小時的 你信不信是健康理由 我只是跟你說我在香港 是不是 警局很近的 我知道你在香港 你信還是不信 你覺得是否健康理由 我在香港會信的 我如果不在香港 我會回答你其他事情 好了 這樣整件事我就覺得這樣 我們現在不要說這件事 我又說你剛才似乎是暗示 二十大叫徐同佳影這一場 叫胡錦濤事件 於是就令到市場 是覺得很恐慌 於是就去執貨 再加上對於擺出來這個七常委巨星陣容 是覺得是不是對他們的管治能力 是缺乏信心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剛才也說了 不是管治能力有信心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來說 是香港理工大學教出來的 那怎會沒有管治能力 是不是 這個也不是今天 只是今次說的 不是今早的時候說的 其實昨晚當這個消息出來 就是那個名單出來的時候 很多香港的一些中產 尤其是不知中產 因為大家都知道 聽得光明頂的 個個都是知識分子之外 都是非虎則貴的 那些貴族經常都說 咦 為什麼那些朋友仔 選出來的時候 好像他們那個經濟政策 或者他們過往在經濟財金系統的參與 就不是那麼多的經驗 不是那麼豐富 加上同時間我們也收到不同的消息 就說那些行長等等那些 都是有機會會作出轉變 大家就開始擔心 咦 死了 這個是不是中國有特色的經濟主義 或者經濟學說要出來呢 我正如我以前說 這個世界歷史的巨大變動 推動的能力不是人 更加不是中國人 你記不記得我都引述過朱友倫說 外國是一盤生意 香港是一個很現實的地方 管治香港是一個字叫做M M記就是叫做Money 財神才是香港最高的管治者 是吧 你可以叫那些中學生少年中國說那裡 去廊重吹消戴口罩不戴口罩 聽某一隻樂曲那時候雷流滿面說你很愛中國 但是錢是不會給這種準則控制的 錢一見到他覺得不妥 他說你多愛國他都走日 就是這樣 不過我想今天平衡點說 我覺得看了之後對習近平總書記很有信心 因為他今天我看這兩分那種片 他反應很快 指揮約定 和一召那兩個上來都不用揮手 不用揮手 我說過了 在英國你走到食肆你叫伙記 你千萬不要伸手出來 這是很無禮貌 我說過要用眼神接觸 眼神交流 說伙記我想在這裏埋單 或者要牽涉一個伙記會過來 這次真的見不到有人 是舉手叫這兩個工作人 是吧 給一個眼神在那邊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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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將這個問題人物加以處理 你要看我們習總書記 那個管控的能力和危機處理 真是非常有效 還有那種鎮定 還有那種神速 還有那種氣場 真的舉世都罕見 還有他沒有任何情緒表現 他從此至終坐定定在這裏 叫手下做事 是吧 這些領袖才是人類未來的共同體的理所當然的領袖 你看到之後 如果我知這方面 你可不可以想正面點 為何你要走 其實應該加碼 對嗎 萬一有一天 中美發生大戰 就是需要一個這樣的領袖 運籌為握 你們在下面 到面青雞飛狗走 但是人家坐在上面 你說那種定力 那種真的太山崩於前面 認識不變 那種這樣的氣場 是吧 我看到我真的寫個福字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你們那些香港人 你走走來做什麼 你是不是中國人 你自己拿著錢的人 所以我經常問你 你是不是中國人 拿著錢的人 為何你身為中國人 你的看法 是對你們自己中國 是這麼沒有信心 你這樣說完 真的一下倒破了 我覺得真的很有信心 你想想 陶生 很熟悉的英國 我們經常說 保守黨黨內撕裂 又黨內分裂 之前做個Lease Trust 現在做個新位成 然後中間 插一個波叔 打算回來復辟 黨內分裂 就真的令到英國人 人心覺得 好像對保守黨這個執政 就不太信任 但你看一下 如果剛才用陶生的形容 習大大當時趙那個人 根據一些網友 在中央通訊社說法 他們認出了趙進來幫忙的人 就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孔兆順 其實級數雖然高 但一定不會高得過前國家主席 竟然可以處之太然地 將他慢慢地 escort 這樣離開 我都體驗到國家 現在非常統一 很完整 完全沒有黨內分裂 都是一件好事 我亦都奉我們很多很重要的聽眾 尤其是我們那些 現在在這個寶翠園 太古城放緊貨的 這些我們的重要聽眾 都是跟大家說一聲 對中國對香港有些信心 接貨 我們這個美好的新時代 東升西降 當這個香港和中國 應該不是 是中國香港和中國一齊 就是永遠向上升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些西方盲子國家英國 就剛剛上演了一場手上的猴子戲 我相信你都收到你那些愛國親中群組 這幾天傳來傳去 你看英國衰得多交關 手上都做了四十五天 手上做了四十五天 現在更衰 換了一個不知什麼 什麼這樣的記憶上來 你都是衰的 活該你死 英國就已經衰落 這個是實情 這個比起中國 現在等了三千年 終於等到一個 全國人民熱烈擁護 希望它進入第三屆 一位這麼結出英明偉大的人民領袖 這個你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香港 我們這邊在英國很慘 真是 我實不相瞞 真可憐 那些火車開三天就停了 煤氣、電費又聽說在飆價 還有不知道普京什麼時候發癲 又說整個核彈過來倫敦 我都很糟 我不想再說 我又真是有抑鬱症 對不起 我都覺得這個世界很公道 以中國人民受了百多年屈辱 現在終於轉回運 今時你看到二十大那種氣場 處理胡錦濤問題 那種前所未有 有些人說 有一個略謀略的角度 就是特意展示給你看 OK 對不對 就是給你外國記者拍完 這份自信才厲害 我告訴你 不過英國就沒有這樣的領袖 文德鬼主 對不對 你五年選一次選 個個都是得個吉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這個世界你看我我看你 說開這個卓慧斯做了四十五天 這個手上 其實都不差 都不差 你知不知中國八年來有一個領袖 都是做了四十五天 你知不知 咦我們有嗎 有 這個叫孫中山 他只是做了臨時大總統 剛剛好又是四十五天 就交了給袁世海 孫中山在香港是受英國殖民地 香港西醫院的文明教育 也都很嚮往 這個英國對香港的管治 街道秩序整整有條 孫中山也都在英國倫敦蒙難 他是跟英國和香港是有一段緣份的人 現在卓慧斯又是做了四十五天 是跟孫中山做四十五天 臨時大總統一天都不多 一天都不少 你說這些是否真是一段奇緣呢 對不對 那死了 緣分 新禮城不就變成袁世海 我覺得 新禮城可以的 袁世海不是壞人 袁世海是一個其實挺聰明的人 不過受到這些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曲解 他那套經濟政策也一早說了 他一定要加稅先經歷個陣痛 都看死卓慧斯那套是不行 說會引致英榜 被他講中了 他拍得住我們光明頂 我們光明頂每講必中 他也是 所以我當然會英雄 做英雄 對新禮城非常欣賞 因為我們大家看東西都很準 很多有錢人對新禮城都很欣賞 因為你看著新禮城自己的身家 都七十幾億港幣 他當然會賺錢 希望他不負英國中主國的養育 他進去唐寧街一定會趴著經濟 不過當然要點時間 由貿略肥波不選也很棒 因為你看保守黨和工黨差那麼遠 如果就算肥波回來做 很快立刻你信不信 我又預測 在三個月內工黨會立刻逼保守黨不信任 立刻要你現在大選 為何要等到後年 現在大選必贏 即是無論你是金毛肥波還是印度仔 你坐上去肥波想最多都是做三個月 OK 對不對 然後又是國會一筆信任投票提早大選 然後會輸 OK 是會輸的 當然是趁這個transition位給新禮城 這個又顯示到英國文化多元 是吧 如果你有本事我一樣給你做首相 你說這種胸襟是多偉大 這些就是英國人的政治智慧 對嗎 對嗎 你要懂得看村才行 有健康問題說你又相信 你要看村裡面那一層才行 不要做些很愚昧的群眾 我覺得 至於新禮城有些人擔心親中怎麼會 他競選的時候說一坐上去就馬上收拾孔子學院 知不知為何這麼說 因為卓慧斯做教育大臣的時候 批准開孔子學院的就是他 OK 對不對 現在新禮城撥亂反正 還有對中國對俄羅斯政策後面深層政府統一了 統一了什麼顏色坐上去都一樣 甚至不到他管的另外有一班專業人士寫好劇本 甚至這些我沒有講過 這個不是很科學 當然 所以大家不要說看東西看得這麼灰 是不是 就是要多些正能 香港要信任李家超、陳茂波 這些一定可以領導香港走出這個低谷 現在《一國兩制止暴制亂行穩致遠》 是吧 由志及興 是正在回來了 由志及興 制度又對 是吧 好像今年6月16日 這個叫紫荊文化國際論壇 在香港邀請了19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 來自英國、美國、澳洲 是吧 是吧 然後當時李家超現在的特首 就說《一國兩制保證香港長置公安穩定發明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是吧 看到國家對香港關愛支持 很多政策令香港更繁榮穩定 是吧 這是李家超所說的 是 那為什麼你要告訴我今天恒指是倒一千點呢 我真的不明白 我離開了香港也不是短的 有很多事情我要很謙卑地承認 我認識的事情我真的不懂得說 所以我們《光明鼎》繼續唱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表示我們有美貌有智慧吸引人才的DNA 一定可以發揮美麗的一面 明天回來《光明鼎》繼續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送 立即like、share、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按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